今天來到三聖灣拍個VLOG 介紹航班機And the Free from Pride Rod 這個Flow行不行 我就來不行 因為想不到下一句說些什麼 Peace Ready to fly 聲聲 起飛 前陣子就看到LOW新聞試過用航帕機來做扒 我們很想知道收音是怎樣收的 現在就實地測試 究竟收音是否收到的 航帕機的聲音會進去的 Take Free 山竹過後雖然周圍都塌樹 但都無損市民來燒烤場燒食 我起飛了 What you feel 我們在一起 首先ANERFY最大的優點 我覺得莫過於機動性 因為設置很快 抹開四隻腳基本上就可以準備好 不用那幾隻掌要裝上去 雖然MAVIC也不需要 遙控其實是一句說了 是挺容易上手的 它比FANTOM的遙控好的 就是它的鏡頭撥上撥下是人性的 撥上撥上撥下撥下撥下 這個好人性 在FANTOM 4的遙控是橫向的 經常都不知道是 扭左是撥上撥還是撥右是撥下撥下 唯一有一點不太好 DJR有個快速鍵可以將鏡頭向前 按一下快速鍵就立即拍正底 90度立即轉 這個按鈕就沒有這個快速鍵 第一件事是查看電腦 是不是WIFI BANG那裡走AW 有個經驗就是 原來Deford走2.4GB 升到30多米就斷訊號 最穩定就是AW AW的意思就是 這裡上去會懂得找哪裏最暢通 弱點最高的高度限制 當DJI設定到500米的時候 它設定了最高的高度是150米 其實不是很健身的850米 我試過之前它上一個版本的Firmware 推到0米它是可以解除850米的限制 有少少古怪的 但是很可惜這幾天我更新了最新的Firmware 從此之後它真的走了850米 推到0的時候它真的不起飛 第二個最大的死穴 就是這個機器沒有避障感應器 考技術的 你要對四周圍的環境有很好的觀察 才不會炒 事關小弟就不小心地 在這段時間炒了兩次 第一次我是炒了上樹 由於沒有避障感應器 機器看不到後面有什麼 那便向後退 這個很危險 一不留神原來後面有一棵樹 但基於機身的設計 它卡在樹上是卡得挺穩的 它就運了一棵樹上一個多星期 這裡要拿下credit 就是有條link在下面 旁拍手救隊 非常之好人 還有它們非常專業 還要在一個離島的樹上 期間那段時間 又曾經下過大雨 它依然還在樹上 手救隊依然不能夠成功找回它 第一當然它命硬 第二它的飛行紀錄其實都做得OK 提供的資料給它是救到機 最後你問我 如果選擇的話 其實我還是會選擇DJI 基於避障感應器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都頗重要 我唯有等ANERFEE出第二袋 我相信它會出第二袋 加上避障感應器 機體的物料 它是充滿硬碟的 所以有幼滋滋的腳 我經常很怕會屈斷它 對 好像百力滋一樣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我先燒東西吃 啊啊啊啊啊啊 OMG 我先燒東西吃 好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